相信大家都看过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吧 特别是它的电视剧版 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 也是一部百看不见的经典电视剧 以至于后来所有的翻拍版本都赶不上六小玲童的那一版本 西游记中的角色非常多 大大小小的角色加起来有两千多个 对于当时拍摄剧组的经费来说 肯定请不到这么多演员 所以在西游记的拍摄过程中 有很多演员都是一人是多个角色 这其中就有一个最强跑龙套的演员 他一个人分是二百个角色 他的名字叫做李建成 所以有网友说 全国观众都欠他一个影帝 在李建成所演的二百多个角色中 不仅有庄严的人物 而且还有灵活临线的小兵 当时扮演这个小兵的角色 石猴是在玉华州 因为石子找不到演员 所以就让李建成来饰演了这个小兵 当师徒四人来到车池国的时候 李建成扮演的是道德天尊 像这样一个庄严的角色 他也是能胜任的 而且演得有模有样 相信大家在看电视剧时 都没能分辨出这些人来 而且还有一个秘密 那就是奔波而霸 于九龄元胜都是由李建成老师演的 所以说李建成老师的演技足以让所有人佩服 在这二百多个角色里面 既有好人也有坏人 当李建成老师演好人时 他的那种和艾可亲的一脸柔和的形象 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特别的放心 而演坏人时 他那奸诈的眼神和犀利的语言 硬是把这个坏当者演活了 还有一个角色是李建成老师 扮演的是一个店铺的伙计 虽然当时看上去比较老 但是他还是比较稳重的 当孙悟空被刺猬毙马温的时候 李建成老师还扮演过他手下的一个小将 当时他的那种眼神和害怕的表情让人一眼 就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小怕事的心理 不知道大家还在《西游记》中 还发现了李建成老师演的哪一个角色呢